前机动室长张通荣 三年前涉嫌关说警方纵放妇人酒驾案件 今天高院更衣审宣判 判他一年八个月缓刑五年 缴交公库150万 跟80小时义务劳务 全案还可以上诉 那么真心案件是发生在2012年9月 当时还是机动室长张通荣 得知料性女子酒驾拒拦检 还打伤女警之后 他冲到派出所涉嫌关说施压 还要求警方放人 而一审法官依照教唆公务人员 纵放人犯罪 判他一年八个月徒刑缓刑五年 但上诉之后高院法官认为 他根本没反省 还企图搅拼要卸责任 那么判刑虽然一样撤销他的缓刑了 只是峰回路转 今天高院更衣审宣判 改判张通荣一年八个月 缓刑有五年